优质偶像不仅把正能量传递给大家 也是肩负了传播文化的重任 昨日张艺兴空降上海某品牌发布活动 最近一直忙着音乐创作的张艺兴 也是许久未和大家见面了 美颜依旧暴击无数粉丝 除了颜值能打张艺兴的新歌 《我不好》也强势上线 特意找来李荣浩作词 为我们带来类似情歌 不容易组合的作品 也是稀愤无数 其实就是我希望找一些跟大众的共情 那我这首歌请教了很多很多优秀的前辈 李荣浩老师 包括跟我一起编曲的郑伟老师 我希望有一首歌能够让大家能够听着 会很舒适 不会有什么负担 然后也可以在歌词里面 找到属于他们的情景或情境 当然那个是第一弹 那也表示会有第二弹 希望第二弹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大家也会喜欢 在音乐的道路上 小绵羊也是有大计划 希望把民族音乐推向世界舞台 其实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其实我最大的计划 就希望用更多的民族乐器 和因为我希望把这个融合的这个概念做到极致 所以我希望用到 命用更多的中国乐器来做更国际化的音乐 这是我的大概的一个计划 爱奇娱乐上海报道 也会点赞 第二弹 在音乐上海报道